两个之间彼此没有因果关系 不能说肿生出痛来 也不能说痛生出一个肿来 两者是不一样的概念 因为它背后的来源根本不一样 那这个如果不理清你怎么治病 所以这个是最基本的概念 好 那我们再来放一个案例 虚枕案例 随时都在痒对不对 是 随时 你现在痒不痒 也是痒 你现在痒不痒 他会不会讲 他听懂我的意思 A little A little A little我听得懂 一点点 我就英文只会A little 所以刚刚讲到我那一句话 所以我听得懂 好 那我问一下 他现在哪里最痒 狮肢有没有在痒的地方 现在狮肢 你这里很痒是吗 所以你正在抓 好 好 在这里 我只能说我先 你现在痒的部位只给我看 现在正在痒的部位 现在痒 这里正在痒是吗 好 这里确定 好 那你看 他已经抓到怎么样 破皮了 这个都是怎么样 哪里痛 抓哪里 哪里痒也是抓哪里 他抓对了还是抓错的 抓错了 他没有学原系点 你看到痒的地方 是不能抓的 好 那你坐过来 坐到这里 这里呢 好 这里最痛 好 这里最痛 好 你现在再看看你那个 刚刚痒的地方 还痒不痒 你还在痒不痒 你还在痒不痒 没有 没有痒不痒 没有痒不痒 所以我现在 我会说 你不能看到现在 但我肩膀 是差不多全都掉了 我的腿 我的腿 我的体肌 是 98%全都掉了 我的手 我的手 是 95% 我的腿 是90% So it's slowly getting better and it's really helpful. 那我身上現在已經極大改善了 那像我的腿,你們看不到 我的腿基本百分九十都已經全了 那身上呢有百分之九十八以上 那至於手呢有百分九十五都已經全了 前後比對2013年6月2015年1月 如果沒有原始點 一般以為起疹子是疹子在癢 有沒有 但是我做出來 我揉完的時候疹子還在不在 都在啊 那癢馬上立即不見 代表癢 就是我剛剛講的是主症的不適感 疼痛痠麻癢有沒有 那所以你揉完 馬上就可以改善癢 症的不適 但狀你沒辦法立即改善 那是需要怎麼樣 內外熱源 所以原來它是兩個症狀 哦 這樣你們就知道為什麼要分 而且分還有一個臨床的實際意義 你學原始點 很多人手法哦 就是來聽一聽 然後他以為哇 這個應該就斜塵了 然後去外面揉 但他不一定揉到對的位置 或是揉得人家在深層 他就表皮揉 揉了老半天也沒有改善 那每次症的不適感 本來我這裡寫的多屬他處體傷 比如疼痛痠麻癢對不對 這個應該揉一揉就馬上可以改善 但每次經過他揉的 都沒有效變本處體傷 我記得有一次就帶著我們那些輔導員 出去幫人家 結果有幾個就說 奇怪啊 我揉手他也沒有好 那這一個一定是本處體傷囉 老師你看一看 有人說哎呀肚子脏 脏應該疼痛痠麻癢脏 這個應該開關 但我揉起來也沒有效啊 那個應該是不是也是本處體傷 如此有三個人 就是輔導員找來三個人 然後我做完之後 全部改善 本來本處體傷的都變回他處體傷 所以如果你們不學好啊 以後會變成怎麼樣 每個樓都是本處體傷 對你們沒有什麼意義 這個 這個如果你們有這一條 你們自己就可以反省了 欸不對啊 這個條文明明寫 正的不適感 多數他處體傷 那為什麼我揉完 都變成本處體傷呢 那你就要反省 一定是我的手法怎麼樣 出了問題了 要趕快去找推廣點的 資深輔導員來幫你糾正了 了解我的意思啊 所以他對於這樣的分類 會以臨床解決疾病症狀有沒有意義 絕對有 那你們就知道為什麼要分 那分出來又可以看到 追溯到疾病症狀的最源頭去 那讓你完全了解 原來疾病症狀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中醫會發展成 一針二糾三用藥 因為針就是要解決症的不適感 糾跟藥要解決什麼 症的體力虚弱 還有壯的體表組織受水 那如果你沒有這樣 你完全不能了解中醫是 為什麼要有這樣分法 那到底要先針還是要先溫膚 對不對 如果症的不適感 那當然先針啊 那一根指頭痛難道你還要 開中藥給他吃嗎 你這裡揉幾下它不就好了嗎 那你開的藥不就浪費了嗎 你開的藥等於你是在 以為他指頭有受損對不對 體表有組織受損 你是要修復它那個不對啊 所以你們慢慢就了解 為什麼我們中醫藥有一針二糾三用藥 那什麼情況下應該先用藥 什麼情況下甚至要用針 這樣對於臨床是直接的幫助 所以症與狀分開 事實上就是要解決疾病的症跟狀 那你沒有分每個醫師 那科醫師他也可以成立不對 那科如果他不會針 他對症的不適感 事實上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你就知道這個問題 為什麼分的意義在哪裡 那我這裡把症狀講清楚了 其實很多人在想 我也想學中醫 事實上我告訴各位 中醫所有的精華就在這一段裡面 沒有其他的 所有理論不就是要解決疾病的症狀 哪有其他 那中醫三大療法 不是一針二就三用藥 那還有分內科外科嗎 都沒有啊 它本來就是一整體的 中醫所以是一般科 不分科的 但是現在的中醫 好像也慢慢受西醫的影響 也開始分科了 有沒有 有內科 針灸科 那個是不對的 它其實是一整體 像我們的推廣點 絕對沒有分科 你不用問 它通包 去 反正揉完 它會給你喝姜湯 也會給你溫膚 所以不管你是症或狀 它通通就一次把你解決了 好 這個就沒有問題 好 那等於中醫的幾年精華 就在這裡面 我說的一點都不會過 那為什麼會這麼精簡呢 那幾千年不就 就在精華都在裡面 你們會很訝異 那為什麼一學了那麼多年呢 事實上真的就夠了 黃帝內經有一句話 他說 知其要者 一言而終 不知其要者 流善如窮 他的講法就是 知其要者 你知道裡面的要點 也就是融會貫通的人 其實講話都不多的 一言而終 一句話就可以把它說透 不知其要者 你越不了解怎麼解決它 不能融會貫通的人 流善如窮 就是越講越離題 然後越講越多 越多就是越不明瞭 那中醫的書有沒有很多 我以前就是這樣一路背下來 從黃帝內經 傷痕論 雜病 心瓦 溫病 條病 一路背下來 還有脈像什麼 29脈 我通通背 所以我才能當中醫師 但背了那麼多 發現我的太太的症狀 我解決了嗎 沒有 因為講的太多了 流善如窮 沒有把真正的精華講到 而真正精華只有這幾個字 就能解決疾病的症狀 單刀直入 從不轉彎 拐彎抹角 這樣對大家的學習 為什麼我們剛剛放的這些案例 早上放的 這些都不是醫生做 但確實都能解決啊 而且這些醫學界也做不出來 為什麼 單刀直入 該溫膚就溫膚 該喝姜湯就喝姜湯 該外治法 該揉開關就揉開關 所以很快就達到了 那原來精華就在這裡 好 那我把中醫幾千年的話 就這樣一句話把它講完了 我已經把最繁雜的幾句話 都已經把它講了 因為我追到最源頭 最源頭就是能夠看清楚 你在莫為細節 你看不到源頭的話 你絕對沒辦法根治疾病 好 那我們把疾病的症狀講完之後 緊接著要講異常 我們來看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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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下面